我们排湾族的传统领域台东达仁乡的南田村 有一半的机会会成为合飞料的最终处置的地点 不过当地的居民有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 虽然台电发了一份报告书到乡公所提供族人参考 但是我们族人就抱怨说很多老人家根本不试字 怎么会看得懂这个公报呢 所以希望乡公所进一步来举办说明会 3月17号达仁乡南田村被选为 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场的后遣场子 很多村民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相公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收到建议后遣场子零检报告书 凸显这个地方资讯非常不足 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有这种资讯 而且你说政府公告它只是适用于在电子网路上面 让人家知道 那其实像来讲我们这边安硕村的公务的网路来讲的话 只有教会一部电脑而已 那所有村民都是不是老的就是幼的 根本不晓得 按照台电公司作业程序 从3月18号到4月16号指 必须将建议后遣场子零检报告书 放在达仁乡公所供民众参业 民众有任何意见 可兼有网路或者亲自送件的方式给台电公司 而这种传递意见的方式 对原住民来说有它的困难 虽然能填村被选为最终处置场的后选长子 不过还必须通过公民投票决议 目前台头线还没有制定公投条例之前 还有一段讨论的空间 记者明江达卡台东达人采访报道